Response 有一個部件叫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就是反應的意思 它後面有一個方法叫Redirect Redirect就是我要轉換到哪一個網頁去 後面我給它一個網頁名稱就可以了 這個網頁就是Default.asp 所以直接就輸入 Default.asp 不要打錯字 否則它會找不到網頁 再來的話反之 反之的話是怎麼樣呢 在那個Label 你可以改一下或者直接我們用Label1 剛剛那個名稱我們可以改 Datext Datext裡面的話 等於請輸入正確的帳號跟密碼 直接輸入訊息 正確 正確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這個把它儲存 不是這個就是這個 來看一下知情 就兩種可能性 如果說我今天第一次先輸入錯誤的 故意輸入一個錯誤的 那它就會 應該會跳出一個那個 在Label上面會跳出一個訊息 那這倒數這個可以把它清掉 那這個 比如說我先輸入一個root 然後密碼的話我故意打錯 有沒有 就跳出來 請輸入正確的帳號的密碼 那第二次打正確 有沒有就跳出來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式 比如說你可以判斷 判斷說 它這個到底是不是正確 所以我們這邊給它有預設的 TestName 等於root 然後呢 裡面等於一二三四 正確的話就是redirect 不正確的話就是 請輸入帳號和密碼 好吧 畫面先歡迎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